英国房地产市场中正在崛起的一批黑马 威尔市房地产投资 实际上不光中国投资者 其实很多的就来自各个方面的投资者 实际上是都完全具有这个实力 所以我都全国能拿掉 威尔市地区的整体房价 大度低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 按照租售比平均数值7%计算的话 那么大约10年左右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 那么作为短期投资 威尔市地区的房产变现能力如何呢 那么在斯旺斯地方 换手率非常高 也就是变现能力非常强 我们所说的传销好掉头 它一共是100万人民币 我们又能通过哪些对旧房改造的方式 将投资的利润最大化 精彩节目本期继续 根据英国房地产网站 Redmove的官方数据显示 2017年 英国房屋租售比增长最快的地区 有英格兰的墨西塞德郡 和兰盖夏郡部分区域 威尔市与苏格兰分别为 斯旺斯和格拉斯哥两座城市 与此同时 Redmove也计算出 在英国一套两居士房子 每月平均的租金 以及在网站上的平均售价 和房东能够赚取的收益 Redmove给出了 英国购房出租投资回报的 前七位城市排名 斯旺斯是威尔市区 唯一荣登榜单的城市 排在第五名 那么在斯旺斯这座城市中 不同区域的房屋售价 会相差多少 哪几个区域最适合购房出租 如何对房屋进行改造 将利益最大化 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需要投资者 在投资之前进行细致的了解 才能更好的 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张老师现在是买房了是吧 对 已经早就买了 买房感觉有压力吗 在这 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 我当时采取的是全款 基本上在国内小有一定这种资产存额的这种 用这个客户的话 基本上拿下房 这个斯旺西的房地产 换句话说 北上广深随便要套房 应该说可以折散成这边好几栋了 问题不到 而且关键是这个里头 你可以根据就是说斯旺西这个里头的 比如说一些教育资源 比如说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配置资源 你可以自由的去进行选择 像Mambos 包括这个Skete等等这几个地区 Skete是在山上是吧 这个Skete它是紧挨着这个大学旁边 斯旺西这个老校区旁边 然后同时还有几所非常不错的这个 两到三所非常不错的这个中学 都是围绕这个地区 Michael就是英国政府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学区法的概念 对 对 刚才包括像张老师提到Skete 还有在往上住的Kalei 包括Upper Kalei 这三个实际上是紧挨着Mambos的区域 它们可以说也是三个Skete的富人区吧 就是说像中学小学 包括幼儿园 其实实际上是大部分集中在这三个区域的 就是这个Kalei Upper Kalei和Skete 大部分是Skete当地的 就是可以说中产或者中产偏上 在爱国住在这些区域 也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偏多一些 对 就是它也有一个学区的划分 我住在这儿 然后我就可以上这个小学 对 就是也可以住在其他地方报名 但未必能报得上 但是你住在这儿是肯定要分到 这里边的就是一个学区的区域的学区房里 而且其实实际上是很明显 因为比如说你住在Kalei 那么你可能你可以报Skete 因为你很近的学校 也可以报Kalei这几个学校都很不错 但是按照Council正常的划分的话 它可能会直接把你划到Kalei 因为它是按照就近原则 也都是这样的 像这几个地区 它大概房价 比如我们以一个标准的house 那么这么一套house大概多少钱 一般来讲在20万磅30万磅之间偏多 20万到30万 对 然后在25万左右就比较多了 也就是不到300万人比 对 但如果说到四个卧室的话 基本上都在30万磅以上到35万磅吧 新房的话最低的价格是买到40万磅 比如像我们说三个卧室 三个卧室的这样的房子 作为投资的话 我们可以拆分进行出租 它是这样 钟老师就是这些SkyT和Kalei和UpperKalei这三个区域 相对来说自助偏多 因为实际上它比刚才咱们所说的马瑞娜和汤 就是汤Center City Center吧 City Center这个位置上来讲还要高很多 实际上在马瑞娜如果说粮食一亭 或者说在食中心 咱们City Center这边的所谓的三食也好 还是粮食也好 实际上应该就是在15万磅到18万磅 15万到18万 对 140多万 140万人民币 那所谓自己的房子还真的不算很贵 也就是比如说我买140万人民币 或者145万人民币 这么一套房子 那么按照租售比的话 我大概比如说这一套房子 能租金是多少 基本上应该在7%左右 房屋分大分小 如果三到四个卧室 平均比如咱们就说都平均下来 比如250 那么四间房 那么应该就是一个月1000磅 1000磅就是9万人币 9万人币 如果按照这么着来算9万人币 那么就是10个月 当然也有可能11月12月比较更多一点 所以除掉这个我觉得完税应该是在7%或者到6.8%左右的收益 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那我多少年能收回整本 7%的话我们应该在12年到13年 12年到13年就整个收回这个房子 对没错 这个而且我其实就是当然拿掉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数字嘛 有一些房型 比如说它内部结构已经被人改造过 就相对于来说比较大 空间比较大的嘛 那么我们又做完了政府的所有的这个HMO正常出租 可能还会要比这数字要略高一些 购买房产进行出租 这种投资方式在英国早已成为最主要的投资项目之一 虽然英国的房屋租售比在不同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但基本都平均保持在3%到9%这个区间 由于英国房产投资的历史比较悠久 价值英国的房屋产权 法律法规与国内不同 所以英国房屋投资市场存在另一种比较普遍的盈利方式 那就是房屋改造 简单来说 房屋改造就是将买来的房屋进行合法的扩建与翻新 然后再次进行出租或者重新的销售 那么这种销售方式在英国的房地产投资市场中非常的普遍 它能够将投资的利益最大化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净利润成倍的增长 但是这种投资方式需要投资者对英国的法律法规 以及房屋建筑专业知识较为了解 因为我看到这边英国很多人现在开始改造房子 不仅仅是咱们华人来买的 英国本地人也开始 他比如说他把客厅改成一间房子 然后在后院加盖一间房子 那么同等的占地面积下 他可能一下多出两三间房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出租的回收成本就非常的快 这么就是合法的 完全合法 首先我们要需要申请planning permission 政府只要是通过了 就是一个申请防复改造申请 我们只要严格按照这个图纸去进行施工 是不存在任何问题 比如说我们做到利益最大化 我买了一个标准的house 那么这个house是三个卧室 有大有小 一个客厅 一个厨房 那么后边还有一个院子 这是英国最标准的一个 那么我为了利益最大化 我能够最终在合法的情况下 我能做到几间 其实能做到4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4间就是把客厅先改出来 对 因为只要是做了政府的HMO 如果planning permission通过了 政府HMO通过了 它是允许没有客厅租4个人 但人再多 就超过5人以上 是必须要有公共区域了 对于所有人来说 我房子只要拆分的越多 那么我回收成本的速度就越快 对吧 没错 那么好 因为HMO这里头 待会我们专门谈到 会涉及到一个费用问题 你需要做一个投入 比如我租两个人 或者我租一对夫妻一个人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虽然少租一点 但是我不用再投入进去 HMO的改造 但是如果我租多了 我房间加了 加了就会相应的有一个增加 这个英国政府的 它的政策特别奇怪 就是它一定会 比如你5个人以上 它就要你有公共时间 你这一下又变出一块来 没错 就是我们正常的房子 比如说我改成4间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算加上HMO之后 我会增加一部分成本 那好 我把它改成6间 它是这样 就是从3个人到5个人 这是基本上价钱是相同的 我说价钱相同的 咱们是一张700磅的支票 或者抛所有的寄到这个 或者说给到console 那么这个700磅申请是5个人 4个人 3个人 是都可以的 就是5个人以下 其实是个坎 可以的 对 5个人之上 那么你首先要公共区域 那么你的洗手间 至少是两个 两个shower 然后包括在厨房里边的 这个咱们所给每个人留出的 这个就是公共的空间 比如放东西 放餐具 自己杂物间 这是都要有一定的 这个大小的配比的 比如一个人至少是有两个 两块 这个咱们所谓的 放厨具的东西 然后还有其他的 这个很细 很详细的配比 但是正常 像咱们现在正常做的 比如说house 4个卧室就算不少了 到5个卧室的话 基本上已经可 因为超过5个卧室 那是很大的house了 那就是这个改造起来 相对来不管是费用 价格 不合算 4个人其实现在是 大家整个市场里边 选择性最多的 那么就是比如说 我把一个房子改造 出租的话 我肯定是要 最合算是4到5个人 是最合算的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一定要做1个卧室 也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英国的消防标准的一个改造 那么这里包含什么 大概投入是多少 这里边是 刚刚咱们提到了 一张700磅的支票 这是相当于 给console的一个手续费 就是他来 给政府的 他进行审核 他会有几次审核的费用 另外一点 就是咱们还有 像我说 每个屋是必须要防火门的 而且防火门是特殊的材质 包括防火门 旁边的矿 就咱们所说的门矿 都必须得是防火的矿 一个防火门大概多少钱 一个防火门 如果说按照人工和防火矿 整体的比例的话 至少应该在 650到700英镑之间 一个房子大概几个 如果是4个卧室 必须首先得有4个防火门 然后另外就是厨房 连接到每个人的 就是所谓的公共通道 和房屋之间 必须还有一个防火门 简单算就算5个 对至少 至少都有5个防火门 那么这个防火门 是一块费用还有呢 家里边正常的警报 如果说正常walk是可以的 但是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 有license的人 就是有执照的人进行去检查 这个检查的话 是他得出一份详细的检查 这个大概多少费用 详细通过的report 应该是100多磅 就是差不多120到150之间 然后呢 包括还有这个店的report 这个就比较便宜了 这个几十磅钱就搞定了 然后当然申请这个之前 必须得有gas的这个sertificate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一个所谓的煤气的检测 是六七十磅 差不多这样的 我刚才算了一下 大概HMO整体的一个费用 是4500磅 也就是4万多人民币吧 对它是这样 就是咱们算的只是一个 比较基础的费用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子 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了 就比如说小的细节 咱们举一简单例子 就是你的灭火器 你4个屋的话 你至少是得有3个以上的灭火器 那么而且你要有一个 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防火布 要这个防火布和小灭火器 是要贴在厨房的 然后另外呢 在你的一进屋的这个楼道和二楼 是必须有一个那个 在正规公司买的 有这个正规公司发票的 正规格的灭火器 然后在每个通道要有一个 所以至少是得有3个以上 刚才我们算出来大概是4500磅 那么你刚才说 还有一些别的相应的 加起来大概是多少 7000到8000磅的 7000到8000磅的 对 再加上当然给政府的是 有一张700磅的试票 所以差不多我觉得8000 也就8万人币 但是这是一劳永逸的 这一次是5年 也就是5年 康索不会再来查任何关于HM工 因为你所有都符合标准了 那么再来下一次到5年的节点的时候 因为它license就会给你写到 什么时候发5年的时间 什么inspire 那么之后的时间 就是你5年 比如说提前半年左右 或者3个月 你提前做准备 那么你肯定小的细节需要 比如说防火门需不需要调整 因为防火门有的就 比如说时间长了 如果一旦着火的话 这个门至少是 烧这个门至少是30分钟以后 这个门30分钟 30分钟以后 门才自己掉下来 那么也就是说 按照传统咱们厂里的意义呢 30分钟其实足够 然后灭火器 灭火器是每年需要更新的 这里面就是